非常感谢大家在大连正月初期 来参加金句之花总办的演唱会 我们非常荣幸 今天过年的时间 跟大家一起来回顾金句之花成长的历史 金句之花成长的历史 其实也就是我们华府 金句爱好者和金句氛围成长的历史 所以我的这个PPT 大概将近有70页 如果我每个页 其实每页有很多故事 如果这样讲下去呢 可能得讲到就是龙年都没讲完 所以我今天不打算那么讲 那个地方呢贴了很多东西 大家待会儿在听着唱的过程中间 你要是想站起来伸伸团 走一走可以吃点小吃 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回顾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金句之花是我们这五个人 虽然是坊间说我们是五朵金花 我常常说我们是哪吒闹海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我们这五个人呢 就是三头六臂 什么事都得干 因为我们既是演员 也是这个组织的决策者 还是办事的人 比如刚才这个王媒说 我是赎钱的人 赚钱的人 这个我经常要赚钱 然后经常要达到我们的乐队 王媒呢可能她要经常要做这些 我们演出的这些 就是制作的这种工作 西小贤呢 她其实是真正我们是管我们财务的 但是她同样也是要负责 金句之花的所有的关于机场啊 灯光啊这些工作 然后我们的温曲元女士呢 她呢是 经常的是要给我们做写新闻稿 而且她英文也很好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是让她在做英文讲座方面的 我们的如燕女士呢 是这个金句世家的 她呢在华府做了很多的 这种英语的金句教学的工作 同时现在还没到底哈 然后呢 她主要是负责我们金句之花 所有的这个演出的前台的工作 以及还有很多我们讲座的工作 所以我们是 虽然是五朵金花 其实是哪吒脑海 三头六病 一个人要干15个人的事 但是呢 关于我们这五个人 其实干不出什么事情来 所以我想呢 首先是我们把我们自己身边的 我们的老公都发展成永久义工了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 就和我们的家属 他们的名字都写在这个上面 今天像张药香也坐在这个里面 他是我们的永久义工 经常给我们做一些 就是摄像的工作啊 而且经常给我们做道具 各种各样的工作 还有我们这个 这个谢敦贤 他也是我们的永久义工 我们的永久义工呢 不但是我们的舞台总监 而且呢 他现在依然决然决定下海了 他不做舞台总监了 他准备加入乐队 所以他就 待会儿大家可以 理想他的风采 那么还有其他的几位 我们就以后慢慢再介绍 除了我们把我们自己身边的这些 这个配偶都发展成永久义工了 我们还非常有幸呢 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间 有很多的常年义工 大家可以看见 服务给我们 服务十年的义工 包括我们 这个庄启东 阿东 待会儿要出来了 庄启东先生在后面站着呢 然后我们这个唐建青 这个沐建西 张国胜 沈涵林 高世文 这个谢成琴 都是根据金句花十年的 在我们一起都非常不容易 最开始的时候 我给他们发 每个人都发奖状 因为我想 我当时没有钱啊 给他们来点精神鼓励 现在呢 他们也还是一直都是 跟我们在一起 不但出钱 而且出力 而且出了很多爱心 除此之外呢 在他们的感召之下 我们有服务六到九年的义工 我们有服务 一到五年的义工 有的人给我们服务了以后呢 可能就一次 然后他们就走了 可能到外州去了 但是不管是他们在什么地方 都能够把金句之花 这个精神 向大家传播 这是什么精神呢 就是说 我们要把金句 作为一个事业 作为一个我们对文化传承的 一个使命 带给身边的人 所以我们非常的荣幸 这是我们常年义工的光荣吧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 就是我们走到今天呢 就是光是耍嘴皮子 那是不行的 有时候要看真金白银 所以我们也很荣幸 谢荣张先生 他今天也在我们这个 这个观众群那边 谢老呢 他今年已经93岁了 他从金句之花 一开始出生的时候 就特别特别的支持我们 不断地在各种场合 给我们摇旗呐喊 而且不单是这样 还出钱 每次演出都给我们出钱 刚才我们这个庄启东和唐建青 这夫妇两个人也都是这样的 他们不但出力还是出钱 还有我们薛先生 今天也在关键 薛先生 薛太太 还有潘先生 潘太太 毛先生 毛太太 罗工恩 还有这些人 都是常年给金句之花捐款的 我们捐的款呢 不管它是一毛钱也好 还是一百块钱也好 还是一千块钱也好 我们对每一个钱 每一分钱都认为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这个事情的人 我也觉得他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除了在他们的带领之下 你看我们的捐款呢 这个这个榜单是非常的长 有的我可能还有一些人 我没没有来得及收进去 因为这十年的历史 有的人可能 他就是给我们 在我们的捐款箱里边 扔下了一块钱 或者十块钱 他没有留姓名 有的人呢 就是在历史的场合中间呢 我们就不知道他到底是 比如中文名字 还是英文名字是什么呀 但是我们尽自己的努力呢 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上去 表达金句之花 对他们的感谢之情 这些东西呢 我都贴在那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展览展品上 将来我们还要想出一本书 如果大家允许我们的话 想把这些人的名字 对于金句之花 对于金句在海外的事业 有贡献的人 哪怕是只有一分钱 一毛钱的贡献的人呢 我们也希望 让他们能够拥在实测 这是我们以五个人一己之力 能够把他们给 就是聚拥在一起 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除此之外呢 当然我们就说 如果我们要是在京剧界 要是在华府京剧界 想要把这个京剧这个事情搞好 不可能就是像这个 三脚猫的功夫一样的 就上去了 把不好的东西 不规矩的东西 给我们的这个 大华府的观众 给我们美国主播社会的观众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京剧之花得到了海内海外 专业老师的很多很多的支持 专业老师不光是包括在京剧专业 这个专业这个演绎 专业有这个贡献的人 还包括在一直在学术界 摇旗那海的 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 翁思寨先生也在我们的现场 他是我们的 就是也是京剧之花的恩人 京剧之花的贵人 在这个时候呢 是经常是给我们 一直以来都给我们做一些指导 你们试完了没有 好谢谢 好现在呢我就说 在这个时候呢 在这一栏里边 在这十点中间 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有的人已经过去了 像吴玉璋先生 他是指导京剧之花 指导的也非常 经常在我们工作的时候 来指导我们 像我们这个 这个是在大华府 这一栏是属于大华府地区的老师们 经常在指导京剧之花 这一栏呢 是在属于在这个费城 新泽西和纽约一带 经常参加京剧之花的活动 然后支持我们 指导我们 总是鼓励我们 给我们摇旗呐喊的 那么韩惠奇老师 已经去世了 这个这一栏呢 是在我们 就是属于是我们 在大陆的 以翁思寨先生为首的 这个大陆的有识之士 尤其是在有很有影响力的 在京剧也非常有影响力的 翁思寨先生 陈平一先生 张安京等等 他们一直都是在 支持京剧之花 呵护我们这多小华在成长 那么我最近也是刚刚听说 我们徐一样老师去世了 所以在这个十年的工程中间 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的粮食 我们也想 这就是为什么促使京剧之花 觉得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不想 让这些老师的记忆 就这么流失了 我们想 只要我们今天有一天 有一天的时间 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也要多向他们学习 把他们这些东西呢 给记载下来 把他们东西给流传下去 这一粮呢 是我们说的爱心人士 这些爱心人士 有的时候 就说他不一定是捐钱给我们 但是他给我们提供 很多很多的服务 比如说张语南 张如南的律师 他给京剧之花 提供免费的律师服务 江中原伯伯和张力敬阿姨 他们从京剧之花 刚刚成立的时候 就帮我们来做网站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来帮我们做网站 给我们提供这些服务 我知道 他们也今天很抱歉 他们不能来 我今天中午刚刚去看过 他们也一样了 所以没有办法来 像这样的一些人 包括贝太太 包括董社长 都是一直 这个作为老 就是老一辈的 在华府的这些 京剧爱好者 一直在呵护京剧之花 这种小花 在我们城市 这些呢 是我们在这个 就是京剧之花 成长过程中间呢 我们一些外籍人士 他们支持京剧之花 给京剧之花 摇旗呐喊 给我们找资金 让我们能够 有的时候 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 也能到老人院去演出 所以我们对他们非常感谢 这些人呢 是我们在媒体上的一些工程 比如说张鱼安先生 是中国日报 帮助美国的总裁 那么他呢 就是经常呢 让他的同事 到京剧之花这来采访 把我们的信息呢 不但是放到美国这边 也放回国内 人民日报海外版 要告诉大家 京剧之花在一点一滴 脚踏实地地在做很多的事情 而不是说 只是说说而已 而他们实在 实实在在在做事情 所以我们把这些人都列出来 因为篇幅有限呢 我只能放一张照片 所以我想来想去 就放了谢荣章老先生的照片 因为我觉得 不管是从他对金花的爱 从金花的鼓励 从金花的支持 从他的年纪上来讲 都是当之无愧的 我就把他老人家 一个人的照片 放在这个地方 来表示金剧之花 对所有爱心人士 和专业老师的感谢 那么我们还有很多 大家看见了我们乐队的成员 我们在唱的时候 然后人家老师说 我们金剧为什么那么难唱 为什么不能像唱歌一样的 那么简单 朗朗就上口 因为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乐队 只要有乐队出现的时候 你要是讲唱 或跟伴奏袋 你就是说 对他们 对这个艺术 好像不是非常尊重的感觉 但是在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只能去跟陆老师 就是录音机这个老师 我们更在录音机老师 去唱 去学 然后最后能够跟我们的乐队 能够合上 真完整的在现场 为大家呈现一个服务 这个里边呢 我们在华府 就有这么多的 李天雄 陈廷廷 胡宗叶 月顶 王上文等等 这位这些老师 这些成员 来帮助金剧之花的 这个活动 在大小活动上 支持我们 也跟我们一起玩 一起来长大 纽约呢 这些专业的人士 包括吴亮啊 张立平 赵正平等等 这些专业老师 每次在金剧之花 公演的时候 他们都不远 百里 几百里的路 要花两天的时间 到华府来 给大家来演出 新泽新和费城 包括陆先生 皮特卢先生 他是一个台湾来的 资深的一个票友 但是他是六场通透 比专业还专业 有的时候 所以这些人 都是在我们 在金剧之花的 成长过程中间 一直陪伴着我们 指导着我们 跟我们一起来长大 所以我们都非常感谢他们 这是我们乐队成员的感谢吧 我也贴在那个上面 大家可以仔细去看 除此之外呢 你们不要说 金剧之花 只是五朵金花 只是女的 我们有男的 我们有男的 这些是我们 金剧之花 跟我们金剧之花 常年合作的资深票友 这些资深票友呢 撑起了我们舞台上的 内门内门的半边天 包括蒋青啊 包括这个 吕维忠啊 跟我们演出很多次 袁晓芳啊 马山 李响 像这些票友 都经常跟金剧之花合作 跟我们搭档 让我们在舞台上的呈现呢 是那么的有滋有味 所以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 金剧之花走了 走了这么长的一条路以后 我们的这个 也是得到了 这个州里面的认可 比如说 现在我放在这儿了呢 就是马里兰州长的 也给金剧之花的加奖令 这个金字招牌 我就放在这个地方 加奖金剧之花 在促进马里兰州 文化多元化方面 做出的杰出贡献 这个呢 是这个中国日报 在报纸上和他们的 就是社交媒体上 报道金剧之花 不管是上台演出也好 还是进校园 带领大家 大家做水秀 这些教育也好 就对我们的进行 这些帮助 所以自成立以来呢 金剧之花呢 已经在主流社会举办了中英双语 讲座式的演出 大概有160亿场 汇集数万观众 那么我想呢 就是说 这个理念就是说 跟我们以前的想法不太一样 以前就说 我们就唱出戏 节节相仇 我们自娱自乐就行了 但是我想 既然是民族的东西呢 就是世界的东西 又包括金剧之花 这五位成员 有共同的 三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我们爱戏 第二个我们懂中文 中国文学 第三个我们的英语 还可以 所以我们想 有了这样的一个 三个素质在里面 不为我们的中国金剧 在海外做一件事情 对不起自己 也对不起大家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做 中英双语的这种讲座 在从金剧之花开始呢 只要是有金剧之花的演出 一定是有字幕的 一定是有中英双语字幕的 今天呢 是比较特殊 今天因为我们主要请的呢 是要过年的 只说中国话的人 所以今天没有做英文字幕 但是在其他所有的场合 金剧之花所做的演出 都是有中英双语字幕 用这样一个小的办法呢 来就是说传承 我们的美好的艺术 所以说来说去 方方面面说不完 就是说金剧之花 感谢各方各界 对我们的支持 感谢大使馆 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大使经常 就是来照顾我们 来告诉我们 有这个消息 那个消息 把我们介绍到 肯尼利中心 和美国艺术博物馆 去演出 去扩大宣传 我们的华裔领袖 包括包括 比如说赵小兰女士 和其他的那些人 都让我们呢 就是一直去 把我们介绍到 美国主流社会 接触华人的社区里面 去讲 包括我们这些 就美东一带的 这些友好的社团 纽约金剧社呀 宁愿社呀 费城金剧社 中华国际社 就更不用提了 本地的 还有我们很多 在学校里面教书 教中文的中文老师 只要听说要讲金剧的事情 就来找金剧之花 让我们给他们的外国的学生 老师和职员来介绍金剧花 还有很多媒体 给我们帮助 所以我想呢 就说千言万语一句话 就是谢谢大家 在这么多年来 给我们支持 我们下面呢 有很多图片 我们今天就不花时间 在这方讲了 因为我那边都贴了 很多的出片东西 你们可以可能 能看见您的照片 也可能能看见您的名字 金剧之花 这个年度公演 专场演出 讲座释放和教学培训 这个东西呢 做的最多最多的 不是年度公演和专场演出 是讲座释放和教学培训 在我们那方面都有 你们可以看见 我们做的这些演出 那我最后一句话 就是希望大家 功身入局 操之在我 什么意思呢 光是靠我们五个人 是不行的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 能够把金剧和金剧之花 介绍给身边的人 第一步做起 先看看我们的网站 第二步把金剧 介绍给你身边一个 不会讲中文 只会讲英文的人 谢谢大家 祝大家今天愉快